地瓜它本身是 淀粉含量很高的一个食物 所以如果你把它 加温的温度越高的话 淀粉糊化的程度就会越强 糊化是什么意思 糊化就是淀粉被水解了 成为所谓的寡糖类中间的产物 甚至更有一部分 它就会变成双糖 就是变成甜味的来源 就会发胖吗 当然不是说发胖 是你的吸收就会变得很快 因为你的加温 很容易饿是不是 你会饱得快 当然也饿得快 其实它最大的坏处 就是因为它糊化了 所以它的血糖上升速度会很快 吸收进来 我们血糖就会跑很快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会产生你血糖的波动会很快 就是上升很快 那你胰岛素就要去抑制它 所以你下来的也会很快 所以你有胰岛素主抗 或者是含尿病 你都不适合 就不适合吃烤地瓜 对我们就会比较建议说 甚至如果你真的想减重 甚至想控制血糖 让它好一点 那你又真的很想吃地瓜 你可以去吃冰地瓜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 目前是台北邮政医院资深的营养师 同时也是康宁大学 世光系的讲师 还有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 黄淑慧 黄老师 黄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黄淑慧 好久不见 我花了一分钟才介绍 我所有的抬头 老师在我们广播圈真的是 就是大家每次想到黄老师来就知道说营养方面的知识又要有所进步了 我今天要跟黄老师讨论的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 就是便当族外食族 我们怎么吃出健康 每次黄老师来我都说时间不够 所以黄老师讲的也很快我也讲很快 好我们现在赶快拉着黄老师老师我们去超商逛一逛 我们今天看了一个资料 他说其实外食族最常在外面吃的是早餐跟午餐 那我超商早餐选择很多 那我到超餐我到底要怎么选我的早餐 你知道吗 其实我荧幕上面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最想几个原则 我们看前面 对前面那一张 超商选择 其实也不是超商 早餐 举番早餐 我跟大家给一个概念 早餐是一天当中里面 最重要的一餐 你必须要吃得很好 营养要均衡 你绝对不能随意的吃 也不能有那个概念说添饱肚子就好 不行 你要的原则一定是你是均衡的饮食 所以这均衡饮食就是 糖类蛋白质脂肪膳膳食纤维我都要 那我怎么去选啊 对你要采用的是复合式的方式 所以我们回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 选择这些食物之后避开饮行油 如果假设我看得出来 它油含量很高 我就要比开 比方说酥皮的 对 对不对 那个有时候在中式早餐店 那个烧饼油条一套 没错 你会说烧饼不是烤的吗 对啊 对不起 面团里面有很多啊 对就是你要剩血 所以那种酥皮类的 什么蛋黄酥那种 没错都不行 对好 然后还有呢 就是饮料的部分 绝对不要喝汗汤饮料 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族群 他们的早餐就是奶茶 奶茶喝奶茶 早餐店奶茶 非常多 可是他是为了通常味啊 便便饭店 不是说早餐店大冰奶 很通常 对可是不够营养 而且那个奶 如果你是鲜奶茶 我还感觉OK 你如果是买一般 他们就会奶精调的 调出来反式脂肪酸 对其实那个对身体伤害更大 好那我们进到直接进到超商 我们进超商啊 好我给你讲 大家分享一下 超商最常看到就是饭团 三明治 寿司 面包 还有还有那个蒸地瓜 或烤地瓜都有 蒸地瓜 烤地瓜 茶叶蛋 对对对对 好那这个大概就是变成主食 淀粉类的主要的选择 那跟大家分享 你一定不要把淀粉再加淀粉 也就是说我不要选了一个饭团 那加一个燕麦奶 这我常常这么吃 为什么燕麦奶不是奶 燕麦就是 燕麦奶就是燕麦打成汁啊 现在我之前还人家跟我讲说 吃隔夜燕麦 那个也很肥人是不是 你知道就是前一天晚上 把那个即时燕麦片 放到一个玻璃片里面 然后牛奶加上去 生吃水果啊 葡萄干啊丢一丢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 燕麦就是淀粉类 你饭团的饭还是淀粉类 你加起来就是你一个早餐 都在吃淀粉类 所以你既然选择你就选一个啦 你要吃燕麦 饭就不用挑了啦 就不要挑饭团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既然挑了饭团 因为饭团里面的蛋白质就一小块 那个量很少 你应该选择蛋白质的来源 茶叶蛋 对OK 或者是那我就加一个鲜奶 或者我加一杯豆浆 无糖的鲜奶或豆浆 这样子至少基本上 我就是有淀粉有蛋白质啊 那你不用担心油脂 因为那个三角饭团中间的那个线 它就自然有一些油脂在 或者是你看我们也可以建议 比如说 黑咖啡可以吗 黑咖啡那你就要想 那你的蛋白质从哪里 就回到我们刚才讲 那变成我饭团 我加茶叶蛋 黑咖啡OK啊 可以因为茶叶蛋就取代了蛋白质 所以你就是要考虑一下 那可是我从头到尾没有吃到纤维 所以啊 紫菜算不算纤维 不够不够 所以你看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VPT里面 你会看到饭团加低脂奶 寿司加豆浆 地瓜加茶叶蛋加豆浆 你都会发觉有淀粉有蛋白质 这些纤维都不见 对啊没有啊 对那所以同样你就要在超商 我如果要再买一盒沙拉 你知道那沙拉很贵的 六七十块 必要没办法 你知道吗 然后每次很多那个跟我跟我上课的时候就说 老师这个成本很高耶 是这种均衡 这种均衡 你确实很贵 都没办法 哎呦不不你自己起来背一下嘛 有的时候其实我会这样子 就说你真的没辙 你前一天晚上在家里背一些 比如说西洋芹条 小黄瓜条 胡萝卜条 你就带着泡点盐水吗 要泡点盐水 你就抓一点 你不要让它变色 不要泡很久就抓一点 然后让它就冷藏 然后第二天我就当山羊在那边看行菜 没错 但是因为你至少你有淀粉有蛋白质 这个就比较均衡 或者是我们还有可以建议的 就是像关东煮 关东煮 一面有萝卜 有角白笋 对 然后有娃娃菜 然后那个叫做什么 香菇 还有牛旁 对 那些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你这样子来配搭 基本上就会比较均衡一点点 所以记得 请记得 你不要饭团加燕麦奶 那你也不要用面包加咖啡 面包加咖啡单纯就是淀粉了 面包加咖啡 咖啡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对 你如果咖啡又加糖 那就吃进去更多的糖 像我也常常就是 礼拜六礼拜天值班 我午餐晚餐也在超商打发 对 那我要怎么选 超商现在有很多 很多便当种类非常的多 共通特色就是没有青菜 是 我们看一下图片 好 我们看一下图片 你看超商的便当 基本上因为他上架是从早 摆到晚 所以基本上他如果菜色的味道不够咸 其实他很容易腐坏 因为他是放在冷藏 他不是放冷冻 对 而且他是开放假的 对开放假 对所以他基本上的温度不是那么凉 所以基本上他如果配菜不够咸 他食物很容易坏 所以他都很咸 对 对所以我现在就讲说超商的便当的缺点 就是第一个你看不到足够的30线 因为他不可能放绿叶蔬菜 因为不可能放颜色 就一点胡萝卜 一点那个白色的高丽菜烫一烫的 对所以你吃超商的便当大概你会吃饱 盐面会吃很多30线会不够 所以老实说我不太建议说你在超商买那个便当 我们会比较建议你超商买便当就变你额外要去把那个30线会再补回来 超商其实很方便取得的一样东西就叫做香蕉 那是水果类 水果跟蔬菜不能互换吗 是不一样的蔬菜跟水果是不同类 蔬菜给的 我一直以为说都是植物吗 不行 蔬菜里面给的是 当然蔬菜水果都有30线 两个给的30线会也不同种类 你看我吃 还要分那么细哦 对我吃水果是粘粘粘手的 那是可溶性纤维 我吃蔬菜不粘手 粗粗的那是不可溶性纤维 两个角色不一样 所以蔬菜不能换水果 水果不能换蔬菜 对然后两个天天都得要吃 你不能说我吃蔬菜 我就可以不吃水果不行 好我现在很快的 我怎么快跑 又拉着黄老师 我们要进自助餐店 自助餐店我们的选菜原则是什么 通常我们在自助餐店里面选 如果你让他自己打便当 对有时候80块100块都会打一个 对对对 基本上我要先讲一下 他帮你打的饭量都会比较多 因为他要让你吃饱 所以我要半碗饭 对你要跟他讲我饭量减半 不是我饭量三分之二 通常会给的话 他大概给到1.25碗 不见到1.5碗 但是一定比一碗多 所以你要 如果你是想减重 或是想控制热量 不要那么高的 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你要告诉他饭少 饭先少 好 然后第二个呢 通常自助餐厅 帮你打的便当的菜 一定是一个主菜 三或四个配菜 对 那主菜呢 通常如果你不盯 他大概就是炸排骨 炸鸡腿炸鱼排 对我们其实叫便当也是这样 他也是这样配嘛 对对对对 就是集中选嘛 集中选对 但是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因为他这样子他比较好 烹调过程他好做啦 还有空拔 对 但是问题是油就很高啊 所以基本上主菜的部分 我们通常叫我不挑油炸 基本上你一定要盯他的主菜 我就是不挑油炸 那你只是要白斩鸡了吗 就是白斩鸡 对 卤肉 卤鸡腿 其实现在有些自助餐 他比较好 慢慢有概念 他会有一些蒸鱼出来哦 他会开始有一些 蒸的东西 真的或者他帮你煎那个鲦鱼片 鲦鱼片 煎的 或者是鲁鱼排 当然单价会贵一点点 对 只要有鱼都贵了 对对对对 可是基本上他的含油量就少 所以我会建议 主餐第一个你一定要不油炸 油脂尽量选择低脂的肉类 老师我要问一下 我过去曾经听朋友讲说 你到那个自助餐店 你就不要去选什么糖醋排骨三杯鸡 那个都是油啊 没有他们说这种 因为味道很重 可能食材不新鲜 你也吃不出来 没错 你知道为什么以前自助餐厅 他们不会供应新鲜的鱼 因为你看买到新鲜鱼 他们的单价是高的 所以如果他敢供应新鲜的鱼 就表示 这个是一个信用 良心商店 对对对对对对 就他表示他敢供应你这个东西 他表示品质就不会太差 那我在点菜的这个 我到底应该点几个荤的几个素 是然后回来喔 那事实上你一个煮菜 那个蛋白质的量就符合 大概符合我们的需要量 其实我们一开始 跟大家讲均衡饮食 第一张的时候 我不是有给你一个餐盘吗 有一个那个 我们先看一下健康饮食的均衡餐盘 第一张 好第一张 我们正常的一般的就是你正常 你也没有什么减肥需求的 没有这个均衡的 至少你的蔬菜跟水果加盖 是你的餐盘的一半 然后你四分之一是米饭 四分之一是鱼肉 所以假设我今天的饭是一碗 就是以前也讲的211 就是这个 所以当我饭是一碗 你的肉类就是上就是一碗 我的饭是三分之二碗 我的肉就是三分之二碗 所以假设我回到制度三餐都这样吃吗 对这是均衡的配法 这是均衡的配法 所以回到便当餐厅里面来打菜的时候 如果刚才跟老板讲说 我的那个饭是三分之二碗的话 那事实上你挑的那块鸡腿 也就差不多三分之二碗了 所以你的配菜就不需要再去挑 有什么有豆腐的有蛋的 事实上不用了 你的配菜事实上就是着重在蔬菜的部分 回到我们刚才那个 所以我三个菜都是蔬菜啊 我们会建议这样 那如果你是正常的人 我是吃一碗饭 我这个无肉不欢的一定觉得不好吃 我们刚才那个 对这张鸡腿的这一张 这时候你可以看 我们一般来自助三天 他都一定会配个什么 番茄炒蛋啊 番茄炒蛋 什么之类的 最多的是那个海带有没有 QQ的海带 对对对 还OK它是蔬菜 我们会看到 他给你一个主菜之外 你的配菜 如果再来一个番茄炒蛋 那事实上剩下两个就是 你只剩下两份青菜 那你的蔬菜的量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 我们口诀有一个口诀 我们讲二一一对不对 蔬菜是二哦 你的一是米饭 一是肉类 你的蔬菜事实上要比你的米饭要怎么样 要多才对啊 结果你 结果因为你加了一个番茄炒蛋 加了一个豆腐 哇 那你的蔬菜根本比你的米饭 所以豆腐 对豆腐你也不能想出它是素的 没有它是蛋白质 它不是蔬菜 它不用有膳食纤维啊 我就觉得豆腐 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 我觉得豆腐是素的 对 所以你在选自助餐的时候 你就往往你会把膳食纤维的量 蔬菜的量吃的不够 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提醒 我为什么要去找那个图片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便当餐往往是这样 老师那个有的时候我们昨天打电话 大家团购一个便当送过来 他还会送羊乐多呢 那羊乐多我要不要喝 不要 如果你是基本上我们讲要控糖的 对 有糖的 那我们就建议不用了 谢谢 谢谢